今天想跟大家講講兩個話題 一個就是疫苗民族主義 一個是一張照片令日本首相菅義偉露了底 先講一個故事 美國近日宣布向中美洲國家千里達 捐贈80瓶輝瑞疫苗 大家沒聽錯是80瓶不是80萬瓶 結果就在網上被人笑到死了 一瓶輝瑞疫苗就可以溝出6劑疫苗 即是美國向千里達捐贈了480劑疫苗 美國做完這件大事 就連新聞周刊都發現了 還寫了一篇報道 題目是中國官方媒體 嘲諷美國捐贈千里達480劑疫苗 此前中國捐贈了10萬劑 報道中就提到了 中國日報歐盟分析社長陳慧華 在美國駐千里達使館 宣布捐贈疫苗的推特下方留言說 這個數量好像給一家養老院捐贈的疫苗 而不是給一個國家 新聞周刊就分析陳慧華的留言 似乎在嘲諷 美國這個世界領袖 竟然在推特上宣布 這麼少的一筆援助 更值得一提的是 美國駐千里達使館還發聲明說 美國致力於疫苗多方面幫助千里達政府 我們相信每一劑疫苗都有它的價值 80瓶輝瑞疫苗 480劑疫苗 真是很高價值 千里達加入一個小國 西部就跟委內瑞拉相亡 但人口都不是真的那麼少 有140萬人 480劑廢稅疫苗 真是不知道在千里達可以怎樣分配 千里達外交部長布朗就在議會裡交代 千里達收到來自中國捐贈的疫苗有10萬劑 來自印度有4萬劑 來自巴貝多有2,000劑 來自聖民森特和格林立丁斯群島有1萬6,000劑 來自伯母特有9,000劑 來自格林瑞達有1萬劑 絕大多數都是捐贈的 聽到至少數以千計或很多都是慢慢的聲音 另外千里達也向中國採購了20萬劑疫苗 相對之下美國的480劑疫苗就相當外眼了 千里達一個這麼小的例子 已經顯示出美國捐贈疫苗幫助窮國的態度 直至目前為止 全球已經接種了22億劑新冠疫苗 G77大工業各佔其中5.6億劑或25% 次赤人口加上有7.7億 佔全球人口的9.9% 但施打疫苗的數量佔全球的25% 尤其可見以美國為首的G7副國 大量團職疫苗 讓國民優先接種 這很明顯是疫苗民族主義 但美國就有人先告狀 到過頭來說中國捐贈和出口疫苗 是搞疫苗外交 最近開的G7峰會會遭到很多人批評 說會議完全放錯了重點 主要集中力量去應付中國打擊中國 而不是走去處理更迫切需要解決的環球新冠疫情和氣候暖化問題 好像阿聯酋的海灣新聞報就發表了題為 為什麼過時的G7不再重要的文章 文章說美國總統拜登想令自己和G7變得更加重要 就找一個共同敵人 正如G7早期成立的時候 的共同敵人就是蘇聯一樣 今次就找了中國 一些G7成員國可能贊同拜登的新信條 但對世界上其他國家而言 中國實際上是好人 而不是什麼惡人 中國過去十個月做的事情 向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大量的疫苗 向80個國家供應了疫苗 直至一星期前 美國還以國內需要為理由 拒絕捐贈疫苗 其他知識國家 尚未向貧窮國家捐贈多少劑疫苗 還說什麼領導地位呢 阿聯酋這篇文章真是發人心醒 好像一個旁觀者那樣 講出G7的問題 要記住 阿聯酋自己也是一個副國 他是不需要G7援助的 但他都講幾句公道說話 這些批評聲音G7當然知道 所以在這次峰會上 也有一個小小的主題 捐贈疫苗 不過 七大工業國捐疫苗的數量就很混亂 開頭會前有全會捐10億劑 可來澄清就是6.1億劑 那個數字的差距 其他可能是他們打算出售而不是捐贈的 在會上 美國總統拜登就說 他會對92個低收入國家 分年幾捐贈5億劑輝瑞疫苗 英國說會捐1億劑 法國和德國說會捐3千萬劑 意大利說會捐1千5萬劑 日本說會捐3千萬劑 而加拿大就說還未決定捐多少 這些富有國家 夾夾賣賣 只是聲稱會捐出6.1億劑疫苗 不知道他是否做得到 但是如果看回全球的人口 除了G7和中國和俄羅斯 這些是疫苗自給自足 甚至可以幫助人的國家之外 其他國家是不能疫苗自足 是要靠其他國家的援助 甚至他們是沒有錢買疫苗 除了G7和中國和俄羅斯之外 全球還有55億人 即是額外還需要110億劑疫苗 G7承諾捐出的6.1億劑疫苗 真是狗牛一毛相當偽善 無論如何 G7雖然號稱自己領導世界 但是他和世界關心的議題 就完全失焦 在世界各國最關注新冠疫情 最關注疫苗的時候 他們就顯得相當淪色和自私了 相比之下 你說中國搞疫苗外交也好 說他疫苗換作也罷 中國真的實實濟濟地協助很多國家 解決非常緊急的抗疫問題 另外也想和大家看看 今次自殺峰會 日本首相間議員首次出席 面對面出席這麼重要的國際會議 但他的表現 在國內就惹起很多批評 中學每日新聞等日本媒體的報導 他們說在自殺峰會的視頻看到 參加會議的很多領導人經常聚在一起 親密地交談 但是奸議委就孤零零地站在旁邊 每日新聞的標題還直接說 在自殺領導人之中孤零零的 奸議委手上的距離感 受到批評與同情 奸議委在參加會議的時候 吹得很大 他在14天會後的記者會裡 就這樣說 雖然這次我第一次參加知測峰會 但能夠坦誠交換意見 他還心情好好地說 雖然我不擅長與人交往 但能夠毫不費力地說出自己想說的話 不過 無論如何 無論奸議委怎麼說 但是 在媒體上看到他的孤零零的形象 就是在日本國內惹很多的議論 日本人對奸議委的表現提出各種類型的解釋 第一個解釋就是 有日本網友認為 奸議委在日本 就被政界官僚主義社交環境寵壞了 在知識中被孤立是理所當然的 他們這樣說 在日本國內 就算奸議委閉嘴 擺出一副不高興的表情 遠如陪酒藝人一般的官僚 也會撲過去奉承他 所以奸議委 在日本這個社交環境裡 被人縱壞了 對其他人就不抱有任何關心和敬意 自然很難在G7的峰會裡 跟其他領袖交往 第二個解釋就是 奸議委其實 他的冒起的特徵 也影響了他在國外的表現 有日本網友介紹他自己父親對這件事的看法 就說 奸議委被孤立的原因 是他的陰險的生活方式 在正面的國際舞台上 體現出來 奸議委被認同為 靜悄悄地用權力 攀到高位 因為他不是日本的政壇上 主要派系的負責人 在不同的派系鬥爭之下 奸議委就找到胸隙 最後就變成首相 這個日本網友的爸爸就說 奸議委陰險的樣子 在國際場合裡表現出來 原因就是奸議委從小到大 就在這種環境裡長大 習慣了就算不明不白 都會假裝自己很識的樣子 但在國際舞台上 奸議委想裝飾都不行 第三個解釋 其實很簡單 是不懂英文 有網友就發現了一張照片很有問題 就是當 七角的領袖 都是向著鏡頭擺手 或者做出V字手勢的時候 奸議委就傻傻的動起來 到大家都摧下手的時候 之後奸議委就開始揮手了 發生這樣的問題 原因只有一個 是奸議委不懂英文 他根本不知道人家 或者攝影師叫大家揮手 他只是見到其他領袖揮手的時候 才默然醒覺 再去揮手示意 但是人家的手已經放下來了 日本網友就說 只有他一個不懂英文 怎去社交場合和國際領袖溝通呢 日本最需要英語能力相當的手上 要實施手上英語測試 即使放下一些標準 都要拿到75分的人才可以做手上 日本很刻意地要對抗中國 日本很刻意地跟著美國後面 日本手上奸議委 在Twitter上說 他要在G7上發揮領導作用 理想和現實的差距實際上太大 他根本其他領袖後面的形象太突出了 他這個孤零零的人 和西方世界格格不入 但偏要趕那趟運水去對抗中國 想起來都相當可悲